2,3,1,1,1,3,3,1,1 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帶進去看看這是一個solution 所以我的a,這個vector a3這個vector 對 基本上就是 1,1,1 然後我再把它normalize 所以這個東西前面preceptor就變得更好三分之一 好 那 Om2等於 Om1 對 對不對 Om1 等於Om1的時候 Om11加epsilon 對 所以 我這個是 Om1 Full epsil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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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這個其實是給我一個equation 對不對 因為他們都講的一樣 我得到A11加A21加A31要等於0 對不對,那Omega平方,等於Omega2的時候 我也是得到一樣的equation OmegaA12加 記得這個後面這個label是 DJI跟frequency的這個label 然後前面那個是component的label 好,所以我這邊有兩個equation 那 對不對,可是我有六個parameter 那如果我把normalization condition加進去的話 所以我這樣有四個equation 對,我有六個variable,我有四個equation 那我還可以要求他們是 雖然說frequency是一樣 可是我要求他們是orthogonal 所以這個第一個是 這個是第一個equation,第二個equation 第三,第四 所以這是normalization condition A2 OK,要求是A2 OK,要求是A2 這次告訴我是A1.A2 要等一個 好 所以我有六個variable,有五個equation 所以 我有六個variable 六個 unknown 五個equations 這次告訴我說 我沒有一個unique的solution 我其實有很多 我至少有一個degrees of freedom 我可以認一條 所以 這個是一個under constraint the linear system 所以我的arbitrary 至少我可以選一個參數 我可以選一個參數 任意選一個參數 所以它有無限多種組的可能性 可是 我可以任意選一個參數 那我們這時候選的時候就是我的方便 那讓我選 我們選這個 所以我選一個 所以我選一個 A31 要等一個零 OK 所以我的 A1 就是 根號2分之1 1 負1 0 A2 對不對 所以這是 1 根號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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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等於零 所以 我會有一個 根號2分之1 A21 所以負2 根號2分之1 所以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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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等於A22 1 1 這個 這個等於加起來 是要等於負2 Normalized Result 等於多少 根號6分之1 OK OK 所以我得到三個Vector A1 是這個 A2 A3 當然我可以任意選 我如果不選這個 選A32 0的話 對 那這兩個 這兩個角色就會交換過來 好 好 所以 這個Motion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Motion Ig Vector 我知道就是告訴我這個三個 三個單擺各自的這個Motion 對不對 那這個Motion A3的這個 這個Vibration 基本上對應的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In Phase 對 因為三個Ig Vector都是一樣 所以是In Phase 然後 A1這個 A1這個Motion 基本上就是 我選擇 我讓Omega 這個 這個不動 對 我讓這個不動 然後這兩個是 Out of Phase 對 對 那 第三個Motion 第三個Motion是 這兩個 往這邊走 然後 這個 M3 往 兩倍的這個方向 往相反方向 OK 所以 我有 我有 一個In Phase 然後兩個Out of Phase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剛才是任意選了這樣一個 Igon Vector 那因為Degeneracy關係 所以我會有一個Redundancy 對 那 For example 可以選 另外一組 比如說如果我選 這一組是 1 0 負1 對不對 如果A1是選這樣子 也就是說 我選 A2 1 等於0的話 這個Vector 這個Vector 會變成是 1 負2 1 對不對 好 也就是說 那我在描述 中間這個 這個Out of Phase 這個Motion 的時候 中間這個 這個蛋白不動 然後這兩個是 以相反方向 對不對 那這些都是Igon Vector 都是對應這個 這樣的這個Vibration的這個 的這個Igon Vector 對 所以 在這邊 因為Degeneracy關係 我 我只要在這個 這個Plan上面 任選兩個 互相Orthogonal的這個 Igon Vector 就可以了 OK 好 好 好 所以 嗯 所以我如果有degeneracy的時候 我基本上我有個vector space 我是可以任意選bases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用辦法從 直接從我的labrangian裡面去看到有這個 有這個 possible degeneracy出現 那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在物理裡面 在物理系統裡面 如果你有degeneracy的話 你有degeneracy對應的就有symmetry 所以你如果看到這個 這個系統有某種symmetry的時候 你會預計它有degeneracy 好 那我們這邊有什麼symmetry呢 對 我看一下我這個labrangian 我的labrangian是θ1,θ2,θ3 對不對 我把θ1跟θ2交換 或θ1跟θ3互換 θ2跟θ3互換 這個labrangian是長的一模一樣 所以 所謂我這個permutation的這個symmetry 所以這邊的symmetry是permutation的symmetry 所以這邊的symmetry是permutation的symmetry 這個symmetry ok 就是兩兩戶換來說 這個 這個都是invariant ok 所以 我如果看我labrangian裡面有這個 有symmetry的話 那我就預計它的spectrum裡面會有degeneracy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哦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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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簡單的是從這邊 因為我已經把這首位對不對 然後這兩個字符號